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往前戳球的架构相同 拍面屏 掌心空虎口空 大拇指在斜韧上 小臂大臂完全伸直 而不同的是 挑球 击球点比较低 在我们挑球的时候 我们的小臂 大臂加上握力往上扬 好 好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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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场街杀钓多球练习 这是一个高强度的训练 练得越多越好 但是对于我这个老家伙来说 是不太迟疑了 但是对年轻人来说 是非常非常必须训练的一个项目 我们知道因为接杀钓是对方的球 直接钓球杀球 这个球速是很快的就往下坠的 它不像高远球 你还有时间去补救 所以对方的球快速的球 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 我们要反应接钓接杀 而且这个步伐一定要灵活 协调性要强 而且腿部 踝关节 包括转腰的力量一定要足 要像我们开车一样 踩刹车 踩油门 踩离合器 踩得那么随形所欲 踩得那么自然 不要通过大脑 它自己出脚 这样就比较流畅 如果不流畅的话 你的步伐是很生疏的 就会变成这样 它是很生疏的 在这里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它也不成功 这件事情 就是这样 其实这个挑球其实在我们单打 双打 混双 它是很关键的一个技术 挑的好坏的话 对你的步伐的从容性也是很有把握的 所以挑球很多人都认为是一个防守技术 是一个防守技术 它是一个卵型的进攻技术在里面 卵型的 我们讲 我们比如说我们挑球 熊教练就讲你在比赛中 在打球中 你的寸寸都要计较 一寸都要计较 包括我们的挑球 我们杀球不用说了 我们一寸肯定是往现场杀的 寸寸计较 很多人说他杀球好凶啊 完了就说我防守不好 其实很多因素是你的挑球没有到位 没有到边 又要边又要后 还有一个弧度高度 所以这个挑球的技术也是一个很微妙很细腻的一个技术 如果你的挑球让对方早知道的话 球一出来对方提前移动在后场等你了 等你了 所以我要教你们的挑球 在我球快下地的时候 我还想办法不让你提前移动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技术的讲究 你不管是高点还是低点 我们的握拍方式拍面 手臂都是一样 都是伸出去 都是伸出去 因为你这个伸出去 可能你的球快下地的时候 可以不挑 你轻轻地抖一下 这个感觉的话 它球还是会旋转地搬往而过 贴往而过 我让你这里勾一下 你还是可以有 平拍面 你还可以是有选择 现在我们很多传统的挑球就是死挑 拍着 我叫他扫把式 扫把式那个挑球 就是感觉不行了 你就是拍扫把一扫 哇 上去了 这个球太消极了 就是我在零 零快下地的 我是很被动的时候 我还要咬你一口 我还不能让你太舒服 这就是我们熊式技术的这个拍面的讲法 就伸过去 所以你这个扫把式的这种挑球 除非它是翻网球 翻网球 很贴网贴网的球 你才动用到小臂打臂仰起来 如果球里网子有一尺以上的距离 你都可以用手指跳球 不动用到小臂 你就平拍面 然后以后就仰起来 就OK了 完了这个关键动用得越大 就是我们足球的大脚射门 大脚射门 你自己挑出去的球 大概就是那个方向 你都不知道 你没有目的性 大脚射门 都不知道 你自己射的 都不知道 这样我就有目的性 我要挑对角 我知道 我有目的 我要射击 我要挑直线 我能够掌控 我能够掌控 所以用熊式技术的挑球 就可以做到寸寸计较 寸寸我都不能让你 你要杀我的时候 我要POSE你的重心 要倾斜来杀我 我不让你跑得舒舒服服的 这样来杀我 我要控制你 让你等待一下 你再要去杀我的球 不是你先退到后面去 双脚起跳等我来杀这个球 所以这个技术 特别是下地的时候 特别球快下地的时候 你要平拍面 平拍面 而且就是说 你尽可能的动作小 动作小才准确 才精准 才可以压线 排面一定要伸出去 不管你是高还是低 先平拍面 就是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搓球 你看到林丹吧 林丹只要要出去的时候 它是平拍面出去 它有选择 它可以挑出去 它可以勾 它可以踩一下 它就持后球了 如果你不平拍 你这样出去的话 就是一条路了 变化就散了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它的优越性 它的利和弊 如果它 我们感觉平拍面啊 掌心功 虎口功啊 这个有利的话 那你就要运用到正手来 那你发不出利 就是说明你练得少 明白了吧 你得给它练熟练了 今天我们是讲技术的科学性和理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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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